偶像 聖水 聖善 互生乎 和被邪密 总的来说 现今的社会比起以前的确是进步了不少 但是不管今天的科学昌明 到了哪种程度 很多人仍然是生活在恐惧 怀疑和不安之中 造成这种惶恐心水的主要原因 不外是无知 不确定和懦弱 因为我们对永恒的自我 是不存在这个概念的无知 所以我们相信自我 这种信念使我们变得懦弱 我们有无穷无尽的需求欲 我们也害怕失去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我们害怕受伤 我们害怕面对恶运 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会怎样呢 结果我们本能地向我们最原始的拜神论求助 并且信赖互身符和被邪物 依靠他们来保护自己 佛陀曾经明明白白地说过 外在的物体 不足以保护那些意志软弱 又习念重生的人 唯有认识真理 体认自己的真正天性 和其他自然现象 我们才能够获得庇护 感到安全 只要我们明白到 我们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这样 我们才会有安全感和信心 那些常常感到不害怕 不自私 或者不迷惑的人 伤害绝对不会降临在他身上 然而 那并不意味着 佛教会谴责那些 利用某种宗教物体 例如佛牌 来寻求安全感的行为 很多伟大的人物 都会从神圣 而又冷静的佛陀的冥想中 获得安慰 印度的首位总理 尼克鲁先生说 他每次被英国人囚禁的时候 他唯一的安慰 就是那一块 带在他身边的佛牌 当然 那一块佛牌 并不具有任何魔力 它象征着佛陀的精神 当佛陀面对敌人的攻击的时候 所表现的冷静 和不受爱敌所疑的坚定意志 深深引导着尼克鲁 使尼克鲁想起自己的力量 帮助他冷静地面对困境 同样地 我们也能够随身攜带佛牌 或者克有经文的物体 来帮我们加强信心 很多佛经的经文 都是以下列这句祈祷文来结束的 愿真理的力量 使胜利站在我这一边 或者愿快乐属于我的 这样是表示 作为一位佛教徒 我们不相信佛像 或者互生乎的力量 不过我们把这些物件 看成是一种能够带给我们 信心的辅助物 同样地 有些佛教徒 也到庙里面 求取圣水 或者念过经的善 这些行为 也能够为使用者 带来心理上的力量和信心 因为他们能够使使用者 寄起佛经和佛陀的佛理